Alan 剛剛這個這樣飛的時候 你真的很投入喔 對 整個這樣 所以只要戴墨鏡中 因為有點太亮了 喔真的嗎 你現在覺得 害怕那個光線太刺眼 就是 大哥那個攝影 閃光會一閃 就戴眼睛比較有感覺一點 慈其比弱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這個全新的FLY專輯啊 你好像有說 這是一張這個 邊做邊修 而且耗時蠻久的專輯 應該是說 邊做邊檢討 先到以前自己做的音樂 哪裡不夠好 為什麼上一張做這麼年輕人的音樂 所以這張就回歸到比較 屬於自己年紀的音樂 所以呢 剛剛這個提到過呢 專輯裡面找來很多 包括自己寫了很多歌之外呢 好朋友 團隊 都被你拉進來了 是的 聽了很多製作人的意見 想法 想法 一修再修 沒錯 聽說砍掉重練三次喔 從一開始 設定說做一張船 很搖滾 然後比較復古一點的味道 然後全部公司聽完之後 他們覺得 降的還不錯 有一個蠻復古的感覺 結果我自己聽完之後 說哇 這個有點超越更好太老 所以後來就最後決定就是說 還是要幫我一些比較甜蜜的歌曲 然後再幫我一些比較大家聽了會覺得在床邊都可以聽的音樂 哦在床邊可以聽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有一點距離啦 對對對 所以有些甜甜的歌 有共鳴的歌 所以有做一些這個方向上面的修正 對啊 所以剛剛聽到那個飛啊 這個歌MV已經釋放出來了 我覺得 哦 太感動了 很感動 一定要提一下 因為今年這個2017年是這個亞洲飛人 你爸爸柯壽良 當年飛越黃河的20週年 對20週年 1997年到今年2017年 我覺得非常的幸運可以在這個年底的時間把那張專輯做出來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改變 然後有可能專輯就是不會在這個時間出來 那本來幫爸爸是預備什麼呢 想說20週年想說 要把很多的爸爸的好朋友聚在一起 辦一個大型的演唱會 演唱會 很困難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發現爸爸的好友們大排時間很難喬 因為以前看他們常辦 那我 因為我想說 這應該 感覺很簡單嘛 電話打一打就辦了 對 結果後來 電話我又打 哈哈哈哈 電話你又打 但時間小不攏 時間 然後還有場地 然後還有 當然還有一些 經費啊 你要辦一定要有經費 對對對 所以我就 我說啊 怎麼辦怎麼辦 20週年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結果我覺得 公司所有同事 就是他們大家聽到飛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說 Alan不如就用這首歌來 紀念父親 對 那其實剛 就是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為了爸爸而寫 所以我覺得這個 相信這個天上的爸爸 應該有聽到 你的在對 你唱給他聽 而且呢 這一次這個配個MV 也看到很多令人覺得 當年熱血沸騰的畫面 很有紀念意義 以前會常常想說 還是少講爸爸好了 對 可是現在這個年紀 也長大了 是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說 如果我不來紀念父親 他那些偉大的創舉的話 好像 我不希望他被 被其他人 忘記 應該這樣講 對 不希望他被其他人忘記 不是他的人 我知道 你的心情我可以解釋 我時候都會覺得說 我不要講爸爸 我不要 活在爸爸的光環下面 那我是沒關係 對對對 可是這個 隨著自己有一些歷練 就會覺得好像應該要 把爸爸當年這些很厲害的事情 走在前面的事情 都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是 啊 現在看到畫面 哇 當年他這樣飛越黃河的那一塊 有沒有看到這些小客人 小客人在那邊 啊 的畫面 我覺得好感動喔 MV出來之後 我自己都很感動 對我覺得 真的 因為 第一 爸爸永遠都是用飛越一些 硬漢的感覺 對 很危險的東西 來做他人生的挑戰 對 那 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嗯 你叫我去飛 飛 你可以來 你可以飛兩公尺 哈哈哈 那個良才 對 就是 那我就是用歌的這個 然後跟上 跟小時候跟爸爸記 然後放上摩摩車 第一次叫我騎車 第一次叫我飛車 那我希望用音樂的整個態度可以呈現出來 然後也 讓 很多 跟我一樣的朋友 嗯 在想念他們家人的朋友 嗯 一起感受到 這股溫暖 對對對 OK 我覺得這個 Alan剛剛講話是非常非常的誠懇喔 那我覺得 其實 Alan算是一個 很有福氣的孩子 因為從小到大呢 這個爸爸身邊的很多 HOPING YOU 好朋友 好兄弟 一些長輩們 都對你特別的照顧 所以今天知道 你要發片了這一些 演藝圈的 大哥大姐們 平輩 好朋友們 都紛紛拍了這個 祝福的VCR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不好 來一起來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上學友 首先我想在這裡祝賀 嗯 我的好朋友 柯壽陽 小黑 飛躍王河創舉的 二十周年 也在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 帶著大家的夢想 可以飛得更高 更遠 加油 今天呢 就是我們最近來的 小黑哥 飛越黃河 二十周年 哇 時間過得真快 我們大家都非常非常地想念他 親愛的小黑哥 我們永遠的笨小孩 呃 今年呢 就要讓柯友倫 來接續我們的夢想 讓他繼續帶著我們的夢 飛得更高 飛得更遠 繼續飛翔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燦生 今天是小黑哥 柯修良先生 飛越黃河二十周年 讓我們跟著柯友倫的歌聲 一起飛得更高 一起飛得更遠 一起飛得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JJ 林俊傑 祝柯友倫的最新專輯 飛一飛沖天 一切飛往內心最震的自己 專輯大白 嗨Alan 好久不見 我聽說你要出新專輯了 我希望你的新專輯 可以響入飛飛 哈哈哈哈 怪怪的 中間新專輯一飛沖天 耶 嗨大家好 我是任俊傑 今年 是柯壽良先生 小黑哥 飛越黃河二十周年紀念 讓我們跟著柯友倫 Alan的歌聲 飛得更高 飛得更遠 飛得更底彩 一起FLY吧 嗨大家好 我是評判 我的好兄弟 Alan 柯友倫已經發行了他的全新專輯 飛 在這邊要獻上我最誠摯的祝福 冒險男生 飛你莫屬 加油 嗨柯友倫 我是張柯柔 你要發新專輯了 我希望你可以跟小飛俠一樣 追逐夢想 尋找自己的Wonderland 然後當然也希望 你這一次專輯可以賣得非常好 口碑 名字 都 一飛到地名 哈囉 我是傑倫 今年是小黑哥 飛越黃河二十周年 讓我們一起聽著Alan的音樂 一起飛得更高 更遠 加油 柯友倫 發行新專輯了 這張專輯 一定要讓他 跟著爸爸的精神 一起FLY 飛 柯友倫現在的胡子 好性感喔 令人想入飛杯 大家好我是方航山 聽說我們的好兄弟Alan要發專輯了 這張專輯的名稱很酷 單名一個字 飛 據我所知 這張專輯裡面的創作能量 可以用熔飛鳳來形容 因為Alan儘管是鮮嚴的一個累積 他的音樂實力已經是突飛猛進了 所以呢 我可以預期 這張專輯將來的銷售 一定會漸步如飛 就讓我們大家一起飛進Alan的創作世界 去享受他累積下來的音樂能量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汪小秉 我的好朋友Alan柯友倫 將在12月25日發行他的新專輯 歌曲飛 那麼這張專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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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聽喔 在專輯當中呢 有一首是我跟Alan的合唱曲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還有專輯打賣 超級打電話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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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